7月19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对外公布 中共当局提出将实行一系列举措 促进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该意见写道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 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 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百联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现提出如下一件 这些意见包括 一 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二 全面落实公平竞争政策原则 三 完善社会信用激励约束机制 四 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 除此之外 该意见还包括了很多其他的方面 在知乎上 提问 中共中央国务院指出 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持续破除市场准入壁垒 完善市场化重整机制 如何解读引起关注 一些知乎用户在该提问下 留言对该意见进行嘲讽和质疑 知乎用户塔哥FRM评论说 其实根子不在民营企业 民营企业不是制造问题的那个人 知乎用户 Jamie仔评论说 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知乎用户子毅评论说 民营企业那就是一只会下金蛋的鸡 而我们只是鸡饲料而已 要么变成蛋 要么变成屎 知乎用户 小小漫画家评论说 真的没意义啊 你能把教培说锤就锤了 你随便修改什么机制 大伙都不敢玩啊 知乎用户麦穗 评论说 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这种话貌似每年都会说 那么我有一个建议 能否将劳动法贯彻呢 知乎用户 刺傲盘评论说 有句话叫做 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紧神 知乎用户 潮天骄评论说 谁有能力恶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谁能持续建立市场准入壁垒 谁在阻挠市场化机制的运营 知乎用户 一觉醒来又赢了 评论说 要优化民营经济环境 落实依法治国就可以了 知乎用户走到底评论说 他们是什么人 把路堵死 然后研究如何打通 把人隔离 然后研究如何促进消费 把企业搞黄 然后研究如何解决就业 把投资方吓跑 然后研究如何招商引资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平台项目投稿 会记录和对抗 中国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投稿地址 请现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 3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